当天晚上,林雨晶做了个梦,午夜漆黑,天空中一轮血红圆月,乌鸦穿过凡乱树影,落在枯干的枝头。 沈卷半张脸浸泡在冰蓝色的焰火里,漆黑狭长的树桶,直勾勾地看着她,声音悠长低缓,像个蛊惑人心的恶魔,我想要你。 她尖尖地撩牙,抵住下唇唇半,微轻着身侧头,靠近在她耳边,指尖顺着她耳后向下,划过脖梗,动脉,锁骨,停在胸口,你的身心,全都献给我吗? 吐息间她温热湿润的气裹上耳尖,顺着神经末梢,不断向下蔓延,温柔又暧昧。 林雨晶整个人将在原地,说不出话来。 下一秒,场景被强制性切断,少年拽着谁的衣领,砰的一声,把人抡在墙上,神情阴冷而暴力,像结了冰,谁让你来的? 她垂着眼,眼角隐隐发着红,抓着少年衣领的手背上一根根筋骨脉络突出,泛着白,我说没说过,别再让我见到你。 林雨晶猛地睁开眼睛,安静了两秒,她才意识到自己平住了呼吸,憋得有些难受。 她回过神来,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撑着床坐起来,靠在床头愣了一会儿。 林雨晶感觉自己受到了惊吓,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耳朵,又摸了摸脖梗,从喉咙一直到锁骨上,微凉的指尖在温热皮肤上留下温度,让她产生了一种梦中的事情真实存在的错觉。 她手指重新搭在颈边,甚至能感受到薄薄的皮肤下,动脉在跳动。 林雨晶猛地缩回手,塞进被窝里,还塞到了大腿下面压着,无声瞪大了眼睛。 所以这是个什么梦? 她为什么会做这种混乱不堪的,让人难以启齿的,有点奇怪的梦? 差不多过了五六分钟,林雨晶回神,才意识到自己左手压着个毛茸茸的玩意儿。 她侧过头去,看见那个挺大的,穿着绿毛衣的泰迪熊。 她昨天晚上睡前,把她放在了床边。 卧室里一片昏暗,光线被厚重华丽的遮光窗帘遮了个严严实实,泰迪熊毛茸茸的轮廓在黑暗里显得十分模糊。 林雨晶忽然想起,沈卷头上带着个红红的小恶魔脚站在路边打气球的样子。 有点可爱。 可是在之前,她卡着那少年脖子的时候的样子,又让人浑身发冷。 她想起刚开学的时候,李林说,沈卷高二的时候放过事,差点把她同桌给打死。 人浑身是写台出去的,好多同学都看见了,当时她那个眼神和气场,据说贼恐怖的。 林雨晶摇了摇头,不想再去想,从床头柜上摸到了手机,点了下,看了眼时间,凌晨四点半。 才睡了四个小时。 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,定了一个七点半的闹钟,重新蹭回到被子里躺下,准备继续睡。 她周末回傅家的时候,从来不会睡懒觉,虽然她也不知道这房子到底算是傅家还是官家。 林雨晶其实更倾向于姓傅,因为傅明修是姓傅的,应该是和她父亲一个姓。 和林雨晶不一样,孟伟国当年入坠林家,所以她跟着林指,姓林,以前会叫外公和外婆爷爷奶奶。 房间里门窗紧闭,始终开着空调,温度很低,遥控器在门口梳妆台上,林雨晶不想去拿,拉着被子边往上拽了拽,盖住了半颗脑袋,沉沉睡去。 再次醒来,是被闹钟吵醒,七点一刻,林雨晶从床上爬起来,感受到卧室里有种干燥的冷。 她冻得哆嗦了一下,走到门口把空调温度调高,转身进浴室,洗了个十五分钟的战斗澡。 一打开房门,就看见也一样刚出来的傅明修。 根据林雨晶之前的观察,傅少爷不上课闲在家里的时候,一般都是睡懒觉的,睡到十点钟,爬起来吃个早饭,然后没什么声音的上楼去,就算看见了她也当空气,没看见一样。 不过,最近两人关系开始缓和,上个礼拜,傅明修甚至给了她一颗橙子。 一颗橙子?这是多么大的进步? 哎,对哦,她的橙子呢? 林雨晶努力回忆了一下那天晚上,傅明修给她丢了个橙子,她拿上楼去了,她跟观向梅一起吃了个不太愉快的晚饭,然后被孟伟国骂了,然后去了审券的工作室。 然后那天晚上,没有回来,后来早上回来做贼似的拿了个书包,就去学校了,也没想起来那个橙子。 林雨晶和傅明修站在二楼走廊两个人的卧室门口,她看着她,忽然觉得有些心虚。 她清了清嗓子,哥,早。 傅明修侧头,忽然问,什么时候回来的? 林雨晶答,昨天晚上,傅明修点点头,走到楼梯口,忽然回过头来,看着她,我前天回来的时候,阿姨正在打扫你的房间。 林雨晶没说话,不知道她这话是何意,她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,除了几件衣服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,剩下都是观向梅帮她准备的。 乱七八糟一堆小东西,林雨晶动都没动过。 哦,现在,她的所有物里多了一个熊,还得给那只熊起个名字。 她没说话,傅明修就继续道,你猜我看见清理出来了个什么? 什么? 林雨晶还在想给熊起名字的事情,脱口而出道。 傅明修说,一个烂了的橙子。 林雨晶,你要是不想要,可以不要,不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跟我对抗。 傅明修很善解人意。 两个人往楼下走,林雨晶有些绝望,她和傅明修刚刚点起来的友善的小火把估计要燃烧不起来了。 小小的火星因为这么一个烂橙子而熄灭,她小声道歉,我真不是故意的。 对不起,我本来打算拿到学校里去吃的,结果我给忘了,真的。 傅明修黑着脸,显然还憋着火。 我还想跟我们同学炫耀一下呢,林雨晶真情实感地说,新疆天然大田城。 我哥特地给我拿的,让我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C。 傅明修脚步一顿,看着她,神情复杂。 少女刚洗过澡,头发没完全吹干,劈散着,看起来无害又温柔。 尽管傅明修这两个多月以来已经不知道递多少次提醒自己,不要被她这种温柔的假象欺骗了。 行吧,她确实也没做过什么坏事。 停了一秒,她继续下楼,你们上周开了运动会。 啊,对,开完了。 林雨晶有些意外,餐厅里观向梅和孟伟国已经在了。 观向梅转过头来,看见两个人说着话走过来的时候,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, 而后表情很快调整过来,笑了笑,起来了,来。 她转过头来,看向孟伟国,你看两个人,相处得多好。 孟伟国笑道,明修性格好,好相处。 林雨晶滴滴垂着头,忍着眉翻白眼,一抬头,倒是看见坐在对面的傅明修,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。 她挑了挑眉,傅明修看着她,也挑了下眉。 孟伟国还转过头来,看向傅明修,她长辈的架势端得很足,五官端正英朗。 今天戴了个金丝边眼镜,看起来儒雅成熟,很像那么回事,小语性格就不怎么好,也没什么朋友,平时她要是任性,你就说她。 林雨晶捏着冰凉的叉子,在白瓷盘上点了点,白眼终于没忍住,偷偷摸摸翻出去了。 观向眉似乎十分偏好西式的早餐,精致而油腻,看得林雨晶没什么食欲。 她开始羡慕省眷,想念起了她家那边小弄堂里,那些豆浆汁饭团油饼,刚炸出来的油条热腾腾的,一剔剔的灌汤小笼包冒着香气,一口咬下去,汤汁在口腔里肆意。 不过,这人现在应该还没起来,更别说吃早餐了,毕竟是一位读书的时候都要睡满上午前两节课的选手。 绝黄,林雨晶周一一大早回了学校,她这周没带衣服回来,也没穿校服,要回宿舍去换个校服,走的时候犹豫了一下,还是抱上了她的大熊。 下楼被傅明修叫住,拎了个袋子过来递给她,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。 她接过来,毫无防备,被这东西拉的手臂猛地往下沉了沉,很重的一袋子。 她打开袋子,往里面看了一眼,一袋子橙子,一眼看大概六七个。 林雨晶抬起头来,我发现你是真的记仇。 傅明修看起来心情愉悦,发出了自从他们认识以来的,第一声,真心实意的愉悦笑声。 厨房里还有半箱,下周末回来记得吃,补充维生素C的。 林雨晶 傅明修拿给她的橙子,个个都沉甸甸的,这份量就知道,肯定果汁饱满,应该味道不错。 拎着有点勒手,林雨晶把书包摘下来,橙子放进去背着,轻松了不少。 她背着一书包的橙子往地铁站方向走,没用劳理送,因为想吃沈娟家这边的早点。 走到弄堂口,林雨晶往沈娟的工作室那边拐了拐,去旁边那家买了个资饭团,多加了一个咸蛋黄。 等的时候,还往里面看了看,虽然她知道这个点,沈娟应该还没出门。 这家资饭团弄得很干净,老板娘戴着个棕色的围裙,看起来四十多岁,挺热情。 小姑娘,喜欢吃咸蛋黄的?林雨晶笑笑,嗯,你之前来买过早饭是乏,我还记得你,小姑娘长得好看的咧。 老板娘笑着抬头,把包好的自饭团装袋子递给她,你这个熊,男朋友给你买的呀。 林雨晶愣了愣,连忙摆了摆手,哎,不是不是,这是我。 同桌帮我迎来的,像空中丢着打的气球,中了二十个。 一个低调的神射手,在夜市公园里的游戏小摊位上,也要一脸正常操作的淡定表情装个逼,嚣张得不要不要的。 林雨晶觉得,她现在被审券传染得好像有点麻木了,这么中二的事情,她竟然还觉得有点骄傲。 林雨晶到学校的时候,比平时早了半个多小时,足够她回寝室换套校服,又把傅明修给她带的那一袋子重死人的橙子卸了货。 大概是昨晚睡觉的时候,冷气开得太足,林雨晶感觉头有点昏昏沉沉的。 在寝室床上躺了一会儿,才从女生寝室楼那边往教室走。 半路看见了刚到学校走到教学楼门口的审券。 十一月踩着十月的尾巴倒来,清晨风凉,审券校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棒球服外套,背着书包,抬起头来,看见她。 她站在原地停下了脚步,等着她过来,手抄在口袋里,打了个哈欠。 林雨晶觉得,审券挺神奇的,从第一次在教室里见到她起,这人只要在学校里,早上见她必打哈欠。 她快走了两步走过去,两个人一起往教学楼里走,林雨晶测过头,你今天到的还挺早的,早知道等你一会儿了。 审券神情有些迷茫,鼻音含糊,嗯? 林雨晶吸了吸鼻子,我今天早上去你家那边的那个自饭团的店里买了早饭吃,本来觉得你不会来这么早的,就没叫你。 啊,她家自饭团很好吃,我喜欢虎皮蛋,审券看起来困件还没散,懒洋洋拖着声,下次记得叫我。 林雨晶文言看了她一眼,你竟然喜欢虎皮蛋? 审券垂眸,嗯,怎么了?你不加咸蛋黄吗? 林雨晶问,她的书包里面没什么东西,空空的,从寝室楼那边过来也不远,就没背着,这么提在手里。 上楼梯的时候,书包带末端拖了地。不吃,审券俯身捶手,把她手里的书包勾过来,单手拎着,往上抬了抬,拖地了。 林雨晶还沉浸在这个世界上,既然有人不吃咸蛋黄的震惊里,那你,吃粽子的时候,加咸蛋黄吗? 我吃过你们这边的蛋黄肉粽,好好吃,我都只想吃里面的咸蛋黄。 沈卷说,肉粽我会吃,不吃蛋黄肉粽。 林雨晶点点头,那以后我们打个商量,你吃粽子,我吃里面的蛋黄。 林雨晶惆怅地叹了口气,感叹道,蛋黄肉粽里什么时候能包三个咸蛋黄进去? 沈卷侧头,你想吃? 林雨晶,嗯? 沈卷说,三个咸蛋的蛋黄肉粽。 啊,林雨晶想了想,不用有肉也行的,可不可以全是咸蛋黄? 可以,沈卷轻笑了声,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 他们爬上了四楼,往石板教室走,一拐过来,就看见在走廊里的李林。 他大概是刚补完周末的作业,正趴在教室窗口,撅着屁股,脑袋探进教室里去说话。 看见他们过来,李林招了招手,你们运动会最后一天怎么都没来啊? 我腿不太舒服。 林雨晶进了教室,放下书包坐下,随口说。 李林点点头,呜了一声,没敢问审卷,只拍了拍桌脚。 哎,你们没在,错过了好多事情。 林雨晶十分配合他,怎么了? 李林立马端起了他的菊花茶,现在天冷了,他的保温杯也升了极,从外形上看比之前那个揭示了不少,目测保温效果极佳。 他慢慢品了一口,说舒适的慢悠悠道,话说那日,周五,运动大会最后一天,请有时多云。 西北风三到四级,空气质量七十五。 沈娟又打了个哈欠,靠着墙锤头,开始玩手机。 林雨晶翻了个白眼,不想理他,转过头去了。 李林连忙扒着他椅子,哎哎哎,我说我说我说,就是七班和咱们班宣战了。 林雨晶重新转过身来,就是运动会之后,不是有那个四乘以一百接力吗? 接力跑,小组赛抽签的,七班在咱们班隔壁的跑道,然后他们班本来是第一的,结果接力棒掉了,所以咱们班就小组第一了。 李林顿了顿,继续倒,然后他们班提尾就说,他们接棒的时候是咱们班的人手打到了。 所以才掉的,老师全过来了,都没用,接力八个人你知道吧,当时就差点打起来了。 林雨晶抬了抬眼,打输了。 李林无奈,林同学,你怎么这么暴力呢? 哦,林雨晶摸了摸鼻子,那最后怎么解决了? 李林,七班提尾说,这个月月考完篮球赛说话,输了就把运动会接力赛第一名的奖状给他们。 林雨晶心道,这可真是青春。 这赌注实在是……太……成熟了。 啊……他抬手,拍了拍李林的肩膀,安慰道,没事,咱们班虽然学习成绩不行,但是篮球打得好的男生不是挺多的吗? 我们会赢的。 林雨晶真诚地夸奖他,你们必然是这种娱乐活动搞得好,要不成绩也不能这么次。 李林 李林